这家鲸鱼堡亲子游泳中心位于杭州萧山瓜立镇 24号下午通往游泳中心的门已经上锁了 贴着一张告知函 说是鲸鱼堡经营困难 店铺正在跟有关部门积极协商 会尽快提供后续解决方案 落款是场馆运营方 昨天他们店长给我联系的发的微信 说他们老板发不出工作然后跑路来 说我们自己找老板去维权 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4600块的金额剩下 我是剩下那个5900块钱的金额 然后我那个朋友还有是2500块金额 我们一共是1万多块钱 受害的家长一共建了个群有那个297个人 金鱼堡主要提供婴幼儿游泳保健服务 不少消费者展示了付款记录 不同客室套餐对应的单次课程价格不同 有家长说大家在会员群里粗略统计过剩余的课施费 原工说90万差不多可能这样一起统计下来100多万 定额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这样每个人有接龙 根据会员群里的接龙记录 截至采访当天下午 一共有206位群成员接龙 剩余的课施数从几十节到100多节都有 一位消费者说给孩子报班前的那几天 游泳馆的工作人员还在朋友圈发促销活动 发信息就说有活动双十一可以冲 我们就冲了 我是10月3号还没上过来 报了课之后10月十几号之后 他们还在发这个活动吗 在发 18号还在发 对方的朋友圈显示 10月20号还在发促销双十一的信息 游泳馆为什么会突然关门呢 有消费者展示了群聊记录截图 23号晚上7点多客服发消息说 由于拖欠工资 社保被停 店长以及所有员工因为私人原因 都没有办法继续从事这份工作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劳动动态啊 就在劳动局啊 这有几个月的工资呢 拖欠了你们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两个月 有的一个月 我欠了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万多 经预保的老板在群里回复 不会选择跑路 并给了处理方式 记者拨打了对方的电话 已经跟市场监督管理局这边政府 包括这个体育馆 他们都已经报备过了 第一个方案呢 是这个 我这边在联系一个资方 资方接手 然后会员的客人正常上 然后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如果没有资方接手 那么政府这边会有个部门 成立一个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 一个小组 会有一个协调会议到时候开一下 具体怎么处理 怎么推背 18号19号的时候 还有着相关的一些促销活动 在发给他们 这个情况 您这边有解释吗 之前呢我们是正常在经营的 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出现 就是还是想准备 继续做下去了 但是现在这个资金链断了之后呢 只能这个结束 小山瓜立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后来反馈 金鱼宝的方老板此前反应过经营困难的问题 只能部门已牵头成立工作小组着手处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这种方法还有这种方法 非常具体困难的问题 全是长大军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